自由基是什么?对人体的影响? 自由基可以完全避免吗? 如何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的影响? 支持本频道,请免费订阅,点赞,按下铃铛及全级你的朋友,谢谢你! 如何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的影响? 自由基3 Radicals是指拥有未配对电子的原子或分子, 这些未配对的电子使自由基非常不稳定和具有高度的反应性, 它们会很快与其他分子分应以获取或分享电子, 这可能导致细胞船上。 自由基对人体的影响? 自由基可以对人体产生多种影响,包括氧化压力。 当自由基的生成超过体内抗氧化剂的清除能力时, 会导致氧化压力,这会损伤细胞膜、蛋白质和DNA。 老化 自由基被认为是导致细胞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它们会破坏细胞结构和功能,促进衰老过程。 疾病 长期的氧化压力与多种疾病有关,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如亚以慈海蜜病和柏金心病, 如何远离自由基? 自由基可以完全避免吗? 正常生理过程,自由基在细胞呼吸过程中产生, 是细胞代謝的一部分。 例如,当氧气被利用产生能量时, 自由基作为副产物不可避免地形成。 免疫功能 人体的免疫系统利用自由基来杀死病原体。 白细胞在吞噬细菌和病毒时会产生自由基, 这是抵御感染的重要机制。 信号传道 自由基在某些细胞信号传道路径中起到重要作用, 有助于调节细胞功能, 无法完全避免自由基的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 自由基的生成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避免自由基, 但可以取措施来减少其过两生成或减轻其对身体的负面影响。 人类能完全脱离自由基而不受影响吗? 人类无法完全脱离自由基而不受其影响。 自由基在人体内自然生成, 是正常生存代謝过程的一部分。 以下是几个关键点, 自由基的不可避免性。 如何减少自由基的影响, 抗氧化剂的作用。 抗氧化剂可以纵和自由基, 减少他们对细胞的损害。 饮食中摄取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如维生素食。 维生素依和多分类化合物是保护细胞, 免受自由基损伤的有效方法, 健康的生活习惯。 避免吸烟, 过量饮酒和过度暴露在紫外线下, 可以减少外部因素导致的自由基生成。 适度运动。 适量的运动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抗氧化能力, 但过度运动会增加自由基生成。 因此, 保持适度的运动量是关键。 充足的睡眠和减压。 良好的睡眠和压力管理有助于降低氧化压力, 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影响。 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影响。 要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影响, 可以取以下措施。 避免环境污染, 尽量远离污染严重的环境。 如吸烟, 汽车废弃, 工业污染等, 防止过度暴露于紫外线。 紫外线会产生大量自由基, 建议使用防晒箱, 大帽子等防护措施。 避免过度运动, 适度运动有益健康。 但过度运动会增加自由基的生成, 抗自由基的食物及运动。 食物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包括维生素C, 维生素E和Beta, 胡萝卜素等, 如金桔类水果, 橙子, 柠檬, 梅类, 蓝莓, 草莓, 绿叶蔬菜, 菠菜, 金蓝, 和坚果, 杏仁, 核桃, 多分类化合物, 如红葡萄, 绿茶, 黑巧克力等负含多酚,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运动, 适度的有氧运动, 如步行, 慢跑, 游泳和骑自行车。 这些运动可以增强身体的抗氧化能力, 帮助清除多余的自由肌, 瑜伽和泰极。 这些运动不仅能促进身体的放松和精神的集中, 患能减少氧化压力, 从而降低自由肌的生成, 结论,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脱离自由肌, 但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我们可以减少其过量生成和降低其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身体细胞, 维持整体健康。 好了, 这条片到此为止, 下星期再见。 那谢你观看此影片, 如喜欢此影片, 请免费订阅, 点赞, 留言及传阅, 谢谢你。